近日 石家庄黄中公寓隔离场所主体施工渐进尾声 一些铲车 挖掘机等大型设备从建设场地上退了下来 随着任务的临近结束 再见到隔离场所建设者张雷时 他比之前状态轻松了许多 此前在施工初期 他一身泥灰状态下赶着吃午饭的场景 在网络走红 感动了万千网友 心里非常敬畏 感到非常舒服 我哭出的是应该的 所以说因为是好多朋友也在给我点赞 家里人也在请你给我点赞 感谢大家 因为连日来的持续工作 张雷说话时声音有些沙哑 对此他说场地上的很多工友都是这个情况 等工程结束休息几天就能恢复正常 喝水是有 比较远一点 你过去打水就耽误时间就能忍着就忍着就过去了 所以说也有点上火睡不好也上点火 没事嗓子还可以 由于隔离场所水电的接入和前期混凝土基础施工的结束 张雷说现在自己比之前干净了很多 也不用一身泥灰的样子去赶着吃饭 而没变的是自己的饭量依然很大 他开玩笑地说道 眼下年关临近张雷也盼望着春节时能与家人团聚 但因疫情防控需要自己很大可能要在隔离点上度过春节 谈起于此张雷难掩遗憾 希望疫情早日过去大家都能回到家里与亲人团聚 他说道 据悉 1月13号石家庄黄庄公寓隔离场所开工建设 经过4000多名建设者的连续奋战 自1月19号起隔离人员居士和必要的配套设施陆续交付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刘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主 sociedade USS